同時來關心立院今天審查大法官提名人事案 只是人事案一片的綠油油 到底其中有什麼貓膩更多時間連線成有 各位到現場我們今天邀請到立委賴希寶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是大長 我們來看到今天立法院要來審查史上最草率的大法官提名人事案 當然這裡頭四位提名的大法官 每一個爭議都是慶祝難書 我們慢慢的來談 首先今天早上有兩位要先來被質詢 首先第一位就是最高法院的審判長蔡彩珍 那她的話就是被質疑說你對於性騷案件很包容 那另一個是監察院的秘書長朱富美 她同時也是檢查總長刑太昭的老婆 蔡彩珍啊 你說她對於性騷案件 她比較包容 這是客氣了 事實上就縱容 現在來講現在MeToo這樣子 風起營湧如火如荼的情況之下 這可以給她過嗎 對不對 她對於性騷的事件 採取這麼寬的態度 那未來我們再怎麼去加重刑法 比如說立法院七月底要審這個性騷三法 加重刑法加重刑度 如果怎麼樣判了 有人不服了 提到大法官人權她的權力這個受損她去施憲 請求憲法解釋 那這個蔡姐真你怎麼辦 所以這個東西光這一點她就不及格啦 朱富美 我們就不了解為什麼 司法界都沒有人嗎 一定要找一個賢太招的太太 賢太招是什麼 是誰 檢查總長 那朱富美 是等於審這部分 審查的審 是司法院裡面大法官 有可能當副院長啊 可能當院長啊 怎麼會奇怪 蔡英文都喜歡這種夫妻檔 顧立雄當國安會的秘書長 這麼大的官 她的老婆就是經紀部長 對不對 那現在一個是司法界的 這個刑代招是檢查總長 她的老婆是大法官 然後我們也看到說現在的高型的院長 好像最後也是 這個是她是蔡英文的親戚 所以她都喜歡盡情繁殖啊 不要問囉 那你看其他兩個 一個是高中武 高武中 陳中武 陳中武 台大教授陳武中 陳中武 陳中武 這個字很能念 陳中武 另外一個尤柏祥 尤柏祥 尤柏祥被綠營的立委質疑 他做偽證 而且他就出場後的委員 專門當這個民進黨的打手 來修理國民黨 黨政意識這麼強 那這個另外一個陳中武 也是如此啊 卡管案件的一個大將 這四個人來講都是 蔡英文的最愛 都是她自清嘛 所以老實講 這個 敬青凡是逼勝白癡 那這個以後大法官都是 以後他們的視線都是白癡視線 這真是可怕 對 所以這一切都是綠油油的提名名單 我們再來細談那個陳中武 還有那個尤柏祥 尤柏祥涉嫌教唆位證 一個要被提名當做大法官 過去在當律師的時候 居然被指控教唆位證 然後他自己在那個臉書上面自清嘛 可是面對我們自己在追問他 他一句話都不講 為什麼不敢幫自己辯護 所以我們就問他 他教唆偽證的這個事情 檢察官都有紀錄 檢察官都不以為難 那為什麼面對媒體的質疑 外界的質疑 他只敢發臉書做很薄弱的 一些的類似反駁 他自己也不敢站出來 大大方方的講 這樣的人怎麼可以當大法官呢 對啊 畢竟我們看 那時候真的是追了他一路 超過一分鐘 跟他怎麼問他就是不講 而且他又主張廢死 那當然還有另一方面 就是陳中武過去還力求 主張說黨產應該要歸零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在追殺藍營 那結果現在呢 哇 也被蔡英文 慧眼獨具的提名了 就是自己人 只要能夠這個揣摩上意 抓住蔡英文的心 就可以步步高升 現在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官員的一張圖 就這個樣子 所以委員 我們未來能夠期待什麼 司法改革 什麼司法獨立嗎 司法改革 你可以看喔 這個高達六成 有八成都不滿力 司法改革 不滿力 司法改革 所以這裡面在推動 司法改革的 包括蔡宰針 包括這個朱武美 都是推動司法改革的 所以他們被提名這個大法官 這個真的是讓老百姓無語了 是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委員 謝謝 今天謝謝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大法官 四位被提名人 要來進行人事的審查 那當然呢 立委會來開始 對他們進行質詢 但是包含了 這四位被提名人 蔡采真 朱富美 然後陳中武 以及游博翔 這四個人 一片綠油油 而且每個人背後的爭議 都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都在說 你身為一個大法官 你必須要司法獨立 你必須要超乎於政治之外 但是如果看他們過去的這些作為 積極打壓攔影的作為 我們又如何期待他們這些人 在當大法官的時候 在釋憲的時候 能夠秉持著司法獨立 以上是我們這一節的國會最新 一直都是從中文化的 Hung Board 那些人你也先沒有 他怎麼會這樣 rug教我們 北京城上